欢迎收听《我当鸟人的那几年》第239集 十年后 冯天阳已经是18岁的小伙子了 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 她的体格壮实 模样也很是俊俏 一双漆黑的大眼睛 炯炯有神 只可惜是个瘸子 而且家境不好 穿的就跟个要饭的叫花子差不多 平时村子里面的人不欺负她就很不错了 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她 跟着鸡一顿饱一顿的受穷 冯天阳倒也没觉得什么 十年前的变故 让她的心性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特别是父母死了以后 这些村里人的眼神 那是多么厌恶的眼神 好像冯天阳就不该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从而以后 村子里再没有人跟她说过话 也没有人帮她 那些村民心知肚明 这孩子死了 爹妈 没人招呼 这么大点 一定活不了多久的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 这冯天阳可真是天生天阳 竟然挺过来了 十多年过去了 她的性格变得有些孤僻 不敢跟别人说话 只是上山的时候 有的时候气闷 还是会唱那以前学过的歌谣 可是她虽然性格孤僻 心中却有一腔热忱 如果她看见哪家需要帮助 都会上前伸一把手 尽管那些村民多半不会叫她进钱 但是她却依旧如此 因为她父母对她说过的话 她已经忘了七七八八 只有一句没有忘 那就是谁都有困难的时候 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尽管那些人不领情 更有甚者还对她大骂 那地主家的儿子跟她差不多大 终日欺负她 可是别人欺她 她却也不恼 每到这时 只是默默地走开 在以前这个岁数 村子里面同龄的男女都已经成亲了 地主家子那小子 已经娶了两个了 只有冯天阳 他是依旧知身一人 虽然平时他沉默寡言 但是他的心中的孤独却越来越强烈 这种日子 他真的是怕呀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只能求自己积攒一些钱财 做些小买卖 等到家境缓和了一些后 再做打算吧 十八岁的冯天阳 已经是十分健壮的小伙子了 这是一个夏天 他上山采药 毕竟草药 药比果子值钱多了 这是镇子里面的药店老板教他的 有一日 那老板上街 见到他卖的水果汁上 竟然盖了一层药叶子 原来他是怕果子被晒到 所以才随手摘了几片叶子 不想 竟然是中药 那药店老板得知他的情况以后 便对他说 你以后不要卖果子了 替我采药吧 比你现在挣钱 只要挣钱的事情 他都干 那老板给了他一本 草药的屠戮 上面的药材 那老板都收 从此 冯天阳 便成了一名药农 毕竟比以前好多了 他心想啊 如果运气好的话 还能采到一些比较名贵的药材 听那药店的老板说 这山上似乎还有年长的人参 虽然他从未见过 但是那老板答应过他 如果他采摘到两渣 也就是将近三十厘米的人参的话 就会给他一大笔钱 足够娶媳妇的钱 一想到这里啊 冯天阳的心中便充满了笨道 这不嘛 这一日天还微亮 这个时候就连种地的农民还没有起身呢 他就背着一个大竹筐 手里拿着破锄头出门 他轻车熟路的摸上了山 一路采摘了一些野果 充当今天的干粮 然后便向着山里面走去 他现在已经很有经验 知道那些值钱的草药都生长在一些偏僻的地方 越危险的地方 越有好的草药 想想这山啊 那时候相传有凶猛的野兽 冯天阳一席记得 自己小的时候还听说这山上出现了一只神鸟 村民呢有人见过 便四下相传 什么那只鸟比老药影还要大上四五圈 飞得老高老高了 尾巴相当漂亮 就跟那年画上的凤凰差不多 就是颜色不一样 挖蓝挖蓝他 只不过貌似这神鸟没显过几次灵 但是那些年长的老人 有时候还总是提起此事 于是从此这山就被称之为凤凰山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 才被改成聚宝山 因为有人在这山上挖到了一件大宝贝 但这都是后话 按照惯例 后话都是要等后文再说 大虫倒没有 但是野猪孤狼倒是不少 不过冯天阳倒不怕他们 因为人要是穷到一定的份上 碰到落单的狼都敢上前拼命 那可都是肉啊 天下间的事物 无非都是欺善怕恶 人如此 野兽也是如此 全都怕恶人 这冯天阳穷得一星二白 反而天不怕地不怕 所以野兽之类的东西 竟然全都绕着他走 而且有的时候 有野鹿章子之类的动物 见到他之后 竟然还会吓晕在他眼前 这冯天阳一直以为啊 可能是自己穿得太过破烂了 所以连野兽都怕他 但是日后他才发现 其实并不是这回事 冯天阳用锄头 扒拉着过腰的野草 艰难的向前走着 他已经三天没有好的收成了 家中的草药 只有那么可怜的一点 都不够在药铺换一次的钱的 所以他今天发了狠心了 像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山谷深处走 这个山谷没有人经过 因为这里面毒蛇很多 所以村民都不愿意接近 冯天阳今天也是未逼得及了 才冒险前来 希望能从这没人来过的山谷之中 捞到一些好处 树叶遮挡的前路 十分的不好走 冯天阳咬着牙 向前摸索 你还真别说 这山谷里啊 由于常年没有人来 里面的东西倒是相当的丰富 刚进入了山谷不久 冯天阳就看见了远处有三四棵桃树 今年的雨水很大 桃子长势起人 枝盘叶冒在桃树上挂满了桃子 将那些树枝啊都压弯了腰 冯天阳心中大喜 看来即使自己这些天什么都不做 也饿不死了 于是他便走上前去 由于腿脚不方便 不好爬树 便使用锄头打下了一只 摘了小半筐野桃以后 继续前行 桃子很甜 汁水很多 让冯天阳高兴的是 原来这山谷里面别有洞天 只有外围长满了树木 山谷之中倒是好走了起来 微风吹过 还夹杂着淡淡的果香 冯天阳心情大好 因为不仅是野果 还让他发现了大片大片上好的药材 比那山的外围要多得多 可能是从来没有人采摘过的原因吧 没过多久 冯天阳便采摘了一竹筐的草药 他擦了一把汗 心想着今天应该能够挣上一笔钱了 挣钱用来干什么呢 买吃的吧 嗯 不了 这么多桃子还没吃完呢 自个儿的衣服快不能穿了 买件旧衣服吧 冯天阳又摇了摇头 不行啊 这不还没露肚气耳的吗 还是再等等吧 挣钱还是什么都不买 留着娶媳妇 一提到娶媳妇 冯天阳便羞涩的笑了 他很是开心 便又开口唱起了歌 可是没唱两句 他就停下了 因为他好像注意到 那边的树下似乎有什么东西 一层一层 红彤彤的 于是 他便挑着桃子走上了前去 用锄头铺开了杂草 他顿时愣住了 只见那腰高的杂草后面 竟然是一片小小的空地 土壤漆黑 而那空地之上 竟然没有一丝的杂草 诺大的地方 只有一株植物 花朵开得茂盛 一阵药香扑面而来 冯天阳的心 开始扑通扑通的狂跳起来 这 这难道就是一株胖小子 这个胖小子 或者叫山娃娃 全都是沙里人 对有年头的人参的称呼 老一辈人都讲 人参这种植物是有灵性的 如果不去采摘的话 他们就会吸取天地之灵气 而常年不死 到最后呢 就能够幻化成人形 有成的气候的 甚至还可以分出两腿 破开土壤 满山乱跑 这也可以说是成了精吧 这种人身呢 极为罕见 如果能够抓来吃掉的话 可以延年益寿 甚至可以让将死之人 续命还阳 实在是一件极大的富贵 冯天阳一颗心开始狂跳起来 嘴巴里面的桃子掉了都没有发觉 他只是在心中不断的想着 自己现在是不是在做梦啊 难道真有这天大的运气 让自己碰到了一株这么大的人参 现在人参顶端的红果 比寻常的山里红还要大呢 这人参岂不是成了气候 冯天阳愣在了那里 他下意识的想上去采摘 但是却又止住了 他心想 老人都说呀 成了气候的人身是有腿的 如果让他知道 你要取他的性命的话 他就会一溜烟跑掉 就好像动物一般 除非是事先呢 用红头绳将他系住 要不然的话 根本不可能抓到他 冯天阳舔了舔嘴唇 他摸了摸自己 那四处钻风的口袋 心想着 为啥我就不能事先准备一根红绳呢 现在该如何是好啊 翠绿翠绿的叶子 一共分七大片 从中伸出一根花精 接触的果实 就好像阴红的阳头一般的喜人啊 这就是胖小子的果实啊 冯天阳能够很清晰的 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通通通通的 四周近是荒原 但只有这片弹丸之地寸草不生 只余下一株壮硕的人参 这说明了什么呢 莫不是这株人参已经成了气候 将周围的土壤的营养尽数吸收 所以才能独占这片肥地 冯天阳哪里知道这些啊 当他看到那株人参的时候 只感到猴杰蠕动 恨不得马上跑过去 将其连根拔起 但是却又苦于那传说之事 所以一时间也不敢造次 懊悔啊 冯天阳当时的心中可真是懊悔得紧 心想为何自己出门就不能带一根红绳呢 其实也不能怪他 毕竟那山神成精的事情 就好像之前山上的神鸟一样 都只不过是口耳相传的传说而已 他又哪能预先料到自己真的会碰见呢 现在怎么办才好啊 恐怕只有下山去取了 想想自己一个人居住 男人家中哪有红绳啊 如果想找红绳的话 就只能同那些家中有女娃的邻居们讨要 可是此处离山下的路程 少说也要半天的光景 而且他在村子里面是天生的灾星 那些村民们平时连话都不愿意同他多讲 又怎么会施舍他红绳呢 况且传说这山神如果成了气候 如果发现以后不及时用红绳拴住 等到天黑之后他就会逃顿 下一次来他一定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冯天阳傻站在那里好一会儿 心中七上八下的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末了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反正现在都这样了 倒不如 碰碰运气 谁知道这人参到底会不会跑呢 想到这儿 冯天阳攥紧了锄头 然后走上了前去 一把就攥住了那人参漏在土外的叶子 还好 没有任何的异动 冯天阳稍稍的放下了心来 心想着这传说看来也并不属实 但是即便如此 他依旧没敢松手啊 只是跪在了地上 左手抓着那人参的叶子 由于怕伤了这株人参 便舍弃了锄头 用右手挖起了土 这片泥土很肥沃 很稀松 大概花了小半柱香的时间 冯天阳便将那人参周围的泥土挖掉 然后双手发力 小心翼翼的将那人参拔了起来 小心翼翼的抹去了人参上的泥土 冯天阳心中一阵狂喜 看来这真是天大的富贵 不夸张的说呀 这株野山参简直就好像是个水萝卜一样 两扎来长啊 已经成了人形 果真就同传说一样四肢俱全 甚至那两腿中间还有一小块突起 就跟那小小子一模一样啊 更让冯天阳心喜得知 这人参的顶端竟然就好像人脸一般 那些植物表层的突起物就好像是表情 鼻子是鼻子 眼睛是眼睛的 同时一股芳香传来 冯天阳不由得开心大笑 看来这一次自己当真是苦尽甘来了 不过 好景不长 正当冯天阳兴奋不已之时 忽然他的背后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 这叫声啊 就好像是小孩摔在地上发出的 冯天阳受到了莫名的惊吓 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他心想着 这荒郊野外的怎么会有小孩呢 莫不是那山精野怪前来锁命 他下意识的回头望去 但是却并没有发现背后有任何的异常 就在他回头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手里一滑 那人身竟然好像被什么东西拽走了一样 冯天阳心里面咯噔一声 慌忙又转过了头来 果然 人身不知为何竟然脱手 就在那人身即将要掉落在地上之时 一旁的草丛里面忽然窜出了一道白影 竟然是一只白色的兔子 这就是眨眼之间发生的事 只见从草丛之中窜出的野兔逃到了他的身前 那人身正好落在了那野兔的背上 那野兔没有停留 撒开了四肢就向远处窜了出去 这突生的意义竟然让冯天阳愣在了那里 但是只见那野兔竟然抢走了他手里的富贵 他哪能坐视不理啊 慌忙向那野兔追了过去 人身滑落正好被一只兔子接住 这是巧合吗 谁都不清楚 但是啊 确实有民间野史记载 凡是那些在山上成了气候的山精野怪 都会驾驭寻常野兽当作作奇 自古以来就曾经有过赶路的书生乔夫 看见过人身娃娃 骑着白驴在月下奔跑 可是由于没有实际的证据 这种事情真实度呢也就无从考证了 冯天阳一筐的草药野果都顾不上背了 抓着锄头就向那野兔追啊 只见那兔子跑得快啊 可是他后背上的人身却没有因为颠簸而掉落 就好像是骑在了那兔子的背后似的 冯天阳的腿脚不灵灵呢 外加上中日营养不良 身体素质很差 追了一段之后 只能眼睁睁的望着那兔子跑进了树林 冯天阳长叹了一声 然后坐在了地上 心中十分的懊悔 真想不到啊 这到手的父贵还真就让他给跑了 幸好啊 冯天阳的性格天生豁达 虽然可惜 可是他也没有太过自责 他很清楚 这也许就是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无法强求的道理 休息了一会儿以后 他塌了口气 然后回到了方才的地上 背上了竹筐 就想要往家走 可是啊 还没走几步 他又停住了 他转头望着那片树林 他还是不能完全的释怀 他望了望天空 时间还早 刚刚下午 还有时间 倒不如再往里面走一走 说不定啊 还能再遇到一些珍贵的草药呢 说到底 他还是对那人身抱有一丝期望 人就是这样 即使失去了 心中却依旧抱有幻想 嗯 说不定还有机会呢 冯天阳哪里想得到啊 正是他这一决定 竟然改变了他今后的命运 同时也邂逅了一段 凄美的姻缘 冯天阳背着竹框 向那兔子跑进的树林里面走 这片树林的路啊 相当的难走 冯天阳不断的挥舞着手中锄头 分开杂草 深一步浅一步的走着 出乎他的意料 这山谷的深处并没有过多的草药 有的只是铺天盖地的杂草猪网 眼见这路是越来越难走啊 这冯天阳的心中也就打了退堂鼓了 他心想着 算了 还是回去吧 再往里面走 估计也就这样了 不知不觉间啊 他已经走入了这林子的深处了 可是他刚想回头的时候 却见到那前方不远处的草丛之中 忽然这么一晃动 并且从中传出了嬉嬉缩缩的声音 这冯天阳马上安静了下来 只见那边的草丛里面 忽然又是一道白影逃出 冯天阳心中一喜 这不是刚才的那只兔子吗 本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